旺角的彌敦道是全港其中一个交通意外最多的路段 运输署建议在那里进行多项的改善措施 减低人车差路而导致车祸 其中包括建议将那段路面列为巴士专线和迫阔行人路等 预计最快一年内展开工程 使可为讲下 旺角彌敦道一段路面 人车差路经常发生 行人路太多人的时候 甚至要行出马路 为了改善这些情况 运输署提出三个方案 减低高度的交通意外比率 第一个方案是 扩阔部分繁忙路口的行人路 这个方案对交通影响最轻微 第二个方案是限制私家车、电单车、货车 使用介乎倭达路道至旺角道一段的彌敦道 同时有扩阔部分行人路 第三个方案就是将那段路 全日或大部分时间列为巴士线 同时又将南北行各三条行车线改为两线 多出的一条行车线就改为行人路 如果落实第二和第三个方案 受限制车辆就要转用新田地街 或者上海街駛入旺角 以及转用公主道或者西九龙公路 前往其他地区 运输署说 那段路面每年每公里 发生超过165宗交通以外 比率较全港平均数字高出20倍 预计建议落实之后 可以令意外率减少最多35% 但是车辆就可能要增加 大概五分半钟的行车时间 建议会咨询公众一个月 预计最快可以在一年之内展开工程 亚洲电视记者史可为报道 有职业司机就担心建议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同事温志韩现在就在旺角 温志韩 司机和行人又怎么看这个建议 其实我们刚才跟大部分的市民都谈过 他们都赞成扩阔尼敦道的行人路 其实我们现在一起看看 现在就刚刚是下班的时间 我们现在看到尼敦道来回的行车线 交通是相当之繁忙的 我们刚才也看到 有很多巴士都要等了一段时间 才可以迈到站上落乘客 其实刚才也看到在灯口的位置 有很多市民都未必等到 绿灯他们就横过马路了 情况都相当惊险 虽然大部分的市民都赞成阔阔路段 大部分的职业司机就担心 如果私家车和货车都不可以在尼敦道行驶 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詳情又 冯敏之讲下 对于运输署建议局部或者全面扩阔 尼敦道部分路段的行人路 有市民就说赞成 但有货柜车司机就担心 如果日后不可以在尼敦道上落货 会影响他们的生计 香港汽车工业学会就认为 运输署的方案只是斩脚指被沙虫 未能有效减少尼敦道旺角段交通以外 反而会令尼敦道附近的路段 或者内街更加制塞 其实尼敦道除了直去尖沙咀之外 其实都有很多 其他一些横段的路段 需要过尼敦道 所以如果整条路 是不准私家车或者书用车行 将会造成旺角区一个挺大的制塞 他认为增建行人天桥 或者行人隧道 将人车分隔 才是减低意外的最有效方法 亚洲电视记者洪文芝报导 有关的建议 将会有一个月的咨询期 如果落实的话 工程在一年内就可以展开 当局就相信落实工程 可以大大减低这一大的交通意外 先回到姚杰文